Hello大家好 这里是今天有新发现 我是KanKan 我是乌兴 前几天我们一起去参加了 头脑特工队2的提前观影 那我先说结论 就是2比1要更好看 更有共鸣 然后呢 如果你没有看过头脑特工队1 也可以去看2 并不影响理解 因为整部头脑特工队 讲的都是一个叫Ready的小女孩 以及她脑袋里面那些 女人化的情绪 她们一起成长 一起经历坎坷 然后最终 长大了的故事 但是要跟大家先说明的是 这期视频呢 并不构成我们对头脑特工队2的观影推荐 因为说实话 1月2两部我们看完之后 我们俩共同的一个观点呢 就是觉得在剧情上 确实有些简单了 但是这部电影 又不简单的地方是 因为它的主题是个人成长 然后它也确实抓准了 个人成长过程当中那些 很细微又很优深的东西 确实能让我们在看完电影之后 我们俩自发的就会形成讨论 所以呢 今天就想把这些跟个人成长 这个永恒的主题 高度相关的这些个人的讨论 分享给大家 对 其实我现在想起来 我顾名最深的 竟然是那些对于黑历史的处理 Riley把自己的黑历史都藏进了保险库 我承认我有这种黑历史 我都尽量让他们遗忘 就说好像我没有这些黑历史了 我从来没有喜欢过郭金明 安妮宝贝这些人 犯 犯 犯 后来我又觉得 其实我应该接受这样的自己 就是因为我青春期的时候看过他们 我喜欢过他们那些文字 才能形成现在善变的我 谁会鼓励我往前走 我自己 除了第二部的黑历史 其实我还有一个是对头脑特工 对一本身的一个公民 那个公民就是冰棒的消失 冰棒消失这个真的是我的大泪点 不管是看多少遍都会哭 跟还没有看过电影的观众科普一下 冰棒就是小女孩Riley 在她可能还没有那种持久记忆的那种 婴幼儿的那个阶段里面 在她想象中跟她一起玩的那种玩伴 我在她消失的时候非常感动的点 是因为我觉得她们有好好的告别过 有始有终的离开 是让我觉得很安慰 有一种和过去说再见的感觉 冰棒也是我的一个哭点 而且我认为也是我对于 头脑特工对一的那个 我认可的一大亮点 我觉得首先这个设计很神奇 我觉得我的童年 我的婴幼儿时期一定也有一个冰棒 只是我现在记不住她了 你也记不住吧 我没有办法再想起来 我曾经假想过我脑海中的小伙伴 我跟她玩过什么那种 没有办法 但是我觉得我肯定也有一个 所以当看到就是那种 little tiny Riley 跟那个冰棒一起玩的时候 我会觉得我也拥有过那种幸福和快乐 这是一个出人意料的 会让你深深记住的部分 然后呢另外一个 我的哭点呢 当然也是在冰棒小时的时候 但我哭的点 我哭的原因跟卡哥很不一样 完全不一样吧 对 就是我在那个时刻 在冰棒渐渐的隐身 从那个有形状的状态变成透明的隐身的那种状态 那个过程里面 我感受到了一种顶级的自由 因为那个时候冰棒还说了一句台词 他说 我就在那句词里面感受到 当你的脑子还没有被这个社会的一切的信息污染的时候 你相信你是一个骑着一辆破车就能够上月球的那种时刻 就是你的那个时候的你 你的想象力 你的感受 那个时候你也是真心实意的觉得冰棒是存在的 也是真心实意的觉得你和冰棒是可以去到月球的 这种想象力是没有束缚的 不会有人跑到你面前来告诉你 你还差什么零件 差什么证书 差什么知识 你才能够跟冰棒一起去月球 这就是顶级的自由 这也是你的简单但卷勇的一种意味吧 这句评语我用在第二步 就头脑偷工队二呢 登场的人物啊 还有Reilly这个主角本身遭遇的事情要比第一步要复杂一些 所以呢就是故事性啊和那种剧情密度啊都要更好一些 然后呢在这个里面我觉得首先是我第一个感动的地方来得好早 跟很多人都不一样 就是不涉及剧透啊 就是第一次那个Reilly的自我从那个意识之海长出来的时候 因为快乐的Joy那个情绪就去拨动每一份快乐的记忆的时候 那个画面啊就非常的打动我 我不知道是因为我最近太丧了还是怎么的 就是我看到那个画面的时候 我我会不由自主的去检讨我自己就是去想说哎呦天哪你看这种时候了我都还在检讨我自己我真受不了 就是就是我会不由自主的去想说我最近是不是忘记了太多我成长当中的那些快乐的瞬间聚焦了太多在我的过去的时光里面那些其他的回忆 你知道就是那片意识之海是如此的晶莹剔透如此的纯净安宁就那种氛围 然后呢会让我有一点点波动 就是会让我感觉到我也不知道是感动还是什么反正就是很复杂的一种情感 然后呢另外你刚刚那个让我想起了我们之前有一个朋友他就是应该是被从小教导着快乐是不能超过三分钟的你之后的马上就会迎来你的痛苦和悲伤 哎我也说过这种教导啦我还深深记得有一次我特别高兴我很少在大街上跳起舞来 就是扭动身体起来在我有意识之后因为什么事情我都已经忘了然后我在大街上扭动身体的时候刚好那个要过马路 然后呢有那个电瓶车从我身边经过然后当时我小姨在我旁边当然我也知道还是出于我对我安全的考虑啊 然后她就一把把我拽到那个很很凶狠的一把把我拽到路边然后用很恐怖的表情跟语气跟我说得意忘形嘛 哇永生难忘 然后《通脑通通通》还有一个 是那种符合我的认知 然后让我有点小高兴的点 真的很特别 就是在Reilly成长到青春期之后 会发现他的情绪 经常会为之前弄的部分 不是会形成一个一个的那种性格倒吗 然后呢里面家庭倒就变得好小 然后我就觉得好对啊 不管是当时的我还是现在的我 家庭倒都好小 有的时候我甚至希望它消失 好的那以上就是我们关于 《通脑通通通》一二的 非常细碎的观后感 因为我们俩呢 确实离这个婴幼儿以及青春期 略有些距离了 所以呢我们能够在其中得到 并且能够分享出来的感受 也是非常细碎的 也非常个人特色的那些 点跟点之间的联系 对那关于这两部电影呢 尤其是马上上映的《通脑通通》二 一句话总结 我的感受就是不是那种我会主动 买票进电影院去看的电影 但也不是那种我看完电影之后 会觉得这票钱亏了的电影 对而且对于我来说 我感觉是一趟回忆之旅 就是你从头在绿泪一遍 自己成长过程当中 不是说了吗 黑历史 然后我在看到其中有一段的时候 我真的有点想到了杀生丸 然后我曾经会以为 我会一直一直的爱着杀生丸 最后也是把它放入了 我记忆的保险库里面 世事沧桑 人心一变 我心里有一块地方 始终为他们留着 好的那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 欢迎大家点赞关注 或者在评论区留言互动 爱你们哟 请不吝点赞关注